俄乌戰爭再爆關鍵進展 習有麻煩? 讓時中秋晚會 祭寧求救洗版 黎智英紀錄片 家國上映 英女王國壯 外國元首 不能搭專機 港支入主日本遊樂園 引共諜憂慮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思明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3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報道 中共外交部在當地時間9月13日宣布 習近平將於14日至16日 對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進行國事訪問 外交部卻沒有說明 習近平期間是否會出席上合峰會 並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 目前普京正是內外交困 有跡象顯示 習近平面對的中共高層 也不是鐵板一塊 9月12日據基庫多立報報道 克爾松的俄軍準備投降 正在與烏克蘭軍方談判 具體俄軍人數 有港是2萬人 也有港1萬人左右 無論如何 這也是一個重大進展 克爾松是關鍵戰略要地 連結亞術海和黑海 是進攻克里米亞的前線據點 烏克蘭如果拿下克爾松 就很可能收復2014年 就被俄國吞併的克里米亞 另外 俄軍的衛戰情緒一旦蔓延 可能會製造雪崩一樣的效應 與此同時 俄國內部掀起更廣泛的反普京的聲浪 最近 莫斯科、聖比德堡下核18區的市政府代表 發表聲明要求普京辭職 這是俄國政界一個星期內出現的第三波 要求普京下台的浪潮 普京上星期宣布要與習近平會面時 俄軍還未出現這麼大規模的潰敗 就此後三天內 烏克蘭軍隊奪回了5,0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 政治經濟學者何青蓮說 這一種神速是二戰以來沒有聽說過的奇蹟 原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 在《新唐人》的節目中分析說 俄羅斯戰場的失利是預料之中 俄羅斯國內反普京的浪潮會越來越高 會將戰爭失利的責任歸咎於普京 而俄羅斯戰爭發展到今天 最大的影響在於中共 姚成說 中共軍隊本來就不服習近平 因為軍中反腐對習懷恨在心 今次俄羅斯戰爭更令他們意識到 將來如果打台灣 下場比俄軍更慘 所以 習所要通過軍隊支持連任的可能性 已經不大 值得關注的是 這兩天 中國國內各種平台上 都流傳俄羅斯政變普京下台的消息 中共網信版 能夠允許這種信息存在 恐怕背後就有反習力量在運作 時事評論人 江森節注意到 李克強主持了一場神秘會議 央視新聞聯播12日報道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專題會議 但奇怪的是不報會議日期 當然寫著近日召開 新華社寫明了日期 這一場會居然在8日召開 但官媒一直等到12日才報道 江森節認為出席會議的人當中 中共常委一級的有韓正 政治局委員一級的有孫春蘭 胡春華、劉鶴 可見會議相當重要 但居然一直拖到12日才報 極不正常 從8日到12日 中共高層恐怕有一番權力鬥爭 8日這一天 習近平突擊更換北部戰區司令 將新司令王強晉升為上將 網絡間流傳的短片顯示 在7日深夜至8日凌晨 瀋陽於紅區軍用機場傳出激烈炮聲和爆炸聲 原因不明 在民間引發北部戰區兵變的猜測 受到俄烏戰事的影響 中俄關係和中共二十大走向都可能出現變化 習近平接下來兩天的出訪 應該能透露不少的信息 中共央視9月10日晚 在社交平台直播中秋晚會時 大批山東省製寧市居民 湧入留言區對外求救 有說吃不到飯的 有投訴政府 將腦弱病殘沒有差別拉起來隔離的 妄顧人命 央視在直播屏幕上寫著 天涯共此時 明月寄相思 諷刺的是屏幕下留言區 清一色的留言都是 山東濟寧請求支援 山東濟寧撐不住了 救救孩子吧 坐標濟寧 有人投訴 每天都有大批把居民拉走 但也沒有隔離點 一車人 就整晚整晚地在車裡蹲著 也不區分是否密接 還有一個月大 在喝奶的BB 車上如果有人敢問要拉去哪 就是妨礙防疫 還有不少人說買不到物資 每戶都被貼了封條 賣菜的程序就打不開 上海成都等地的災難 現在又在濟寧上演 據說濟寧也出動了無人機 巡邏的在街上見人就拉 外賣快遞也停了 有些醫院也被封了 有人發短片說 小朋友還小 眼睛有病弄到治療當中 根本不是確診病例 但硬被拉走隔離 治療被中斷 孩子的傷口是否會被感染 亦令人擔憂 消息引發同情 很多網民幫助轉發 但很快都被刪了 只剩下一張圖片在網絡間流傳 微博上有制寧居民寫道 剛聽到隔離樓 一個爺爺對著網格員叫 可不可以幫我買包乾麵? 沒東西吃了 我不懂用微信 餓到不行了 類似悲劇三年來 在中國成了常態 另外,隨著二十大臨近 被稱為北京護城河的河北省 也開始表忠 省會石家莊市 剛剛結束封城沒幾天 從13日起 在新增只有個位數的情況下 又宣布余華區再封鎖3天 這個省更靠近北京的三河市 也從13日起封鎖4天 溫哥華於9月10日至11日放映紀錄片《香港人》 黎智英為自由奮戰 賦予公眾關注仍被關押的黎智英和《香港政治犯》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在放映會之後的座談會上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欣透過視訊 多謝各界支持他的爸爸 黎崇欣說 是自由的香港 被父親有機會從一個同工 變成媒體大亨 所以,當父親發現 所愛的香港、所愛的自由被剝奪了 他就必須站出來反擊 或者你認為他很衝動 但他堅信這是正確的事 黎智英曾經說過 在家生活是平靜的 但在獄中是有意義感活著 座談會嘉賓、壹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 Mark Clifford說 今天香港就是明日世界 中國共產黨希望掌控我們所有人 他先令香港民主自由化為烏有 接著是台灣 然後是其他地區 這部影片就是希望告訴世人 共產黨正在做的可怕的事 不僅是鎮壓自己的人民 還會任意撕毀國際公約 退休的卑斯大學 歷史系教授拉里 看完電影之後感嘆話 黎智英代表了一切 他一無所有地從中國逃難到香港 白手起家致富 他是個英雄 不僅是香港的英雄 是所有民主自由世界的英雄 英雄的國狀儀式定於19日上午在倫敦西敏寺舉行 全球領導人都希望出席 但考慮到維安和場地容量的限制 外國元首被建議搭乘民航 入境之後也不能搭乘直升機或乘搭私人禮車 而是由英國方面安排大巴集體接送 歐洲《政治部》報導說 英國外交、國協和發展部建議外國領導人 乘搭民航前往英國 因為倫敦希斯羅機場 無法安排私人飛機起降或停放 如果堅持搭乘專機 就要改在倫敦周邊的 不太繁忙的機場降落 而且從機場去活動場地時 禁止用直升機接送 同時在西敏寺裡 由於空間有限 受邀貴賓除了配偶或伴侶外 只能再攜帶一名高階代表 其他家人 幕僚或隨從都不能入內 希臘駐英國大使拉普塔斯基說 這次儀式是一個重大挑戰 因為全球領導人出席的數量 只有2013年前 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國葬 可以相提並論 日本九州長期園 知名的主題遊樂園 豪斯登堡 8月被出售給香港的私務公司 泰盟投資集團 美國新聞週刊透露 泰盟投資集團和北京當局有密切往來 會長兼執行長 善偉健幾乎可以選擇中共太子黨成員 報導稱善偉健是中共在文革後 恢復派遣的第一批留學生 從美國加大Berkeley分校畢業後 先後進入中共的寶山鋼鐵與中國銀行 此後善偉健擔任國際私務公司 德州太平洋集團的高級合夥人 和摩根大通的中國首席代表 目前他是香港私務基金泰盟集團的執行長和董事長 海外曾經有爆料稱善偉健是中共紅色家族的後代 父母與楊潔篪關係密切 善偉健本人則是中共在海外的高級特務 直接向中共常委匯報工作 不過這部分傳言沒有獲得證實 被出售的豪斯登堡樂園 距離佐世堡海軍基地只有15公里 駐日美軍和日本自衛隊都在這個海軍基地駐紮 這則新聞已全部播放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